一個基本的效果 我們做完之後當然下拉清單就OK 可是會有個問題 同學每次問說 如果我下一次 增加兩個好了 5跟6好了 比如我這兩個反正就用一樣的 那你會發現這邊呢 他當然下拉清單 剛用固定的 所以不行 理論上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 我們如果定義名稱的話 是要整籃 我剛剛講過了 所以你可以從選舉範圍 建立頂端列 打個勾按確定 但是問題來了 確定他以前有個舊的 把它蓋過就好 那你再切過來之後下拉清單 是會增加 可是會有個問題 底下會有這麼多空白 那主要原因是 就是因為底下這邊本來有放過東西 而且你會發現這裡面已經有藏一些東西了 所以你要怎麼辦 我試過啦 其實我把它刪掉應該理論上是可以啦 可是問題刪掉 他已經 曾經放過東西 他就會一直以為他有東西了 所以你即便把它刪掉 你切過來看 你會發現 那個空白還在 所以後來我試過 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怎麼樣 你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 這一些資料 有沒有 把它複製之後 就把它貼上 而且貼上 還要貼上什麼 就是右鍵貼上的話 只有值 或者你用什麼 用選擇性貼上吧 我是按右鍵 這邊有個選擇性貼上 123這個 只有值 只有值的意思說 我用最乾淨的東西貼 沒有別的東西 OK 然後我們再試一次喔 就是 將來可以把這個改掉 客戶編號有沒有 如果我再做一次 整籃選取喔 OK 從選取放來建立 頂端列按個確定 一樣蓋過去我看一下 不過怎麼兩個 把這個刪掉一下 如果 沒辦法重複 再選一次 從選擇範圍 頂端列 確定 那因為呢 底下空白 不過 因為它底下的東西是乾淨的 沒有東西喔 所以這時候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還有舊的 其實應該是已經OK 如果這邊改過的話 它應該是OK的 應該是這個 按鈕變小了 理論上呢應該就 可以喔 自動幫我抓到底下 不過理論 還是他記得一些東西嗎 有一些不好的印 理論上 這個應該是 裡面也沒有東西啦 整籃選取 這個 理論上應該是這樣OK啦 因為我試了很多次應該是OK 我看裡面有沒有別的東西 只是 對啊 這樣應該OK啊 還是說 大概知道一下 細節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部分也這樣 我們選舉範圍 VILLE函數 將來也是一樣 所以 剛剛是 選 ABCD 四欄 然後 選的時候可能就 向下再向下吧 整個選起來 這樣以後如果你有多東西的話 那我們名稱管理員裡面有沒有 就是 剛剛是定義一個叫什麼 叫客戶表 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選 如果說你希望如果向下 增加 列的話 也能夠跟著走的話 這個 可能客戶表要再更新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把那個客戶表 再更新一下 這樣的話 將來呢 除了說下拉清單 這邊 更新之外的話這邊也可以 把它做更新 客戶表 OK大概是這樣 我們等一下再看一下 哪邊 試過是OK 然後 這邊客戶表 就有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底下還有那個 下拉清單的部分 就是 商品編號 商品編號一樣的道理 我們一樣怎麼樣 把這個 不過一樣 這底下的東西 它已經有 多一些東西 所以我選的時候 從選舉範圍建立頂端列 第二個的話 在這邊 把它建一個 所謂的商品 叫商品表 的一個名稱 Ctrl C 然後呢 再把它 選這個範圍 不包括藍繪名稱 上面的部分的話 做一個商品表 OK 這樣的話呢 我就 也是在 這個範圍裡面 因為我希望 能夠這個範圍裡面 只要呢 使用著選取 它就可以下拉清單出現的話 一樣到資料裡面的 資料驗證 把它改成清單 一樣按F3 去找到剛剛的那個 商品 編號 OK 按個確定 下拉清單就出現了 那一樣嘛 當我選這個的時候呢 它能夠幫我查 查什麼呢 查 把這個商品表裡面的 這一欄跟這一欄出來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做法 跟剛剛這個上面是一樣的 甚至可以把這個拿來 複製貼上應該也OK 稍微改一下應該也OK 那我們第一個 邏輯一樣 所以我大概就 第二個商品表有了 所以我直接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剛剛的公司貼上 那把這個 對到到這個 如果它不等於空的 如果它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不然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去根據它 去幫我查什麼呢 查的是 f 把他delete掉 幫我查商品表 的第2欄 完全比對 打個勾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呢 前面做過的可以拿來複製 貼上 沒有錯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在複製 公式 單價因為只有差一個地方 哪裡呢 這裡有沒有 本來是第2欄嘛 商品表的第2欄 是品名嘛 那把它改第3 就單價 打個勾 OK 這樣的話就 那它這邊的話 向下拉 自動帶 但如果向下拉沒有的話 記得喔 你要怎麼樣 再把它往下拉 再把它往下拉 不然的話呢 其他公式不會出現 應該可以看得懂 那 序號的話呢 我們希望 如果選了這個 它出現01 02 03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當然如果要自動出現 你可以用什麼呢 插入函數裡面呢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什麼 自動產生 Roe 有沒有 因為呢 去反查它現在在哪一列 它現在在第7列 所以我把它 減掉多少呢 減掉6 打個勾 這個時候 那你向下填滿了 它會自動出現 沒錯 可是呢 我希望它 跟它是連動的 所以一樣嘛 你就是 這個 這個 之前呢 第二個是我如果希望呢 它是兩碼 比如說是01 02 03的話 那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這個 Roe 減掉6 插入到一個文字函數 我還記得吧 格式化的那個函數 TES 把剛剛的 Roe 減6貼上 格式的話呢 記得喔 兩碼 還記得嗎 00 但是要記得喔 因為它是 Format TES 前後請你 務必要加什麼 雙引號 如果沒有加 就會出錯喔 OK 這個因為前面講過 然後向下填滿當然它會效果出現 不過底下不應該出現 卻出現 怎麼辦 一樣的道理 把它 剪下來 放到那個if 最近使用過了 if的 如果它 等於 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等於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我也沒有出現 反之才出現 所以這個邏輯都一模一樣 現在蠻好記得喔 按個確定 向下填滿 放開 OK 所以這邊點一下 再一個 自動帶出 那數量的話呢 看你要不要 像我之前這樣 反正這範圍 如果最多只能輸入 輸入五個的話 那我就怎麼做 最多五個喔 那我就不做清單 我就直接到資料驗證 資料的資料驗證裡面 直接在這邊 變成清單 然後呢 輸入1 豆點 2 這樣看你要幾個 這樣是只有五個 OK 最多你能只能買五個啦 可能有一個限制 你會發現一二三次 那用這個好處是 這個方式呢 是不需要 資料來源 也就是直接寫固定在這裡的 但是缺點是他固定的喔 他以後就不能變更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這個 資料是希望固定的話 那你就直接填這裡就可以了 不需要說 還要弄個清單 然後再建一個名稱 然後再F3 不用了 直接就填在這裡就好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直接下拉 就選 那我希望呢 選了這個之後 他這邊能夠 把這兩個箱層 數量乘以單價才是他的小計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就等於什麼 等於 單價 乘上 數量 OK打個勾 但是還是一樣的問題 向下拉 他會出現 所以怎麼辦呢 一樣把這邊剪下來 做一個邏輯判斷 IF什麼呢 當然如果 沒有數量的話 應該就 不能出現 所以如果他是空的 那我也是空的 反之 才是 計算結果 按確定 一樣向下拉 這樣的話我們試一下 三個 有了 不過最怕就是使用者 這邊來 這邊一定會出錯了 有沒有 但這個是 不在 邏輯範圍 那是因為使用者 的問題 這永遠沒有想完 所以你一定要照著這個邏輯 先選 白色區域 所以你會發現這都白的 只能點白的 但是呢 最後做完之後呢 問題來了 我希望能夠在銷貨名系這邊 自動幫我把資料填到這邊 然後呢 把單號呢 自動幫我再加一 然後呢 再換一個 一樣 就是空白 然後可以讓他繼續填 也就電話來了 接一下電話 你跟我講 講完就按 新增到那邊去 好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 剛剛主要是 那個商品鞭靠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請問一下 gratul 開始 了